我猜錶是不可以做到一年有三四轉新錶那麼厲害 我覺得接下來是回歸基本步 一年可能是出一轉兩轉新錶 被人期待 被人儲錢去賣 今年的市道是很差的 2003年沙士之後最差的一個時間 可能這幾年發展太快 而令到售後服務方面配合不了 現在突然間中國倒閉了 或者突然間殺仔都殺得很快 他們才發覺原來我們有個美國市場 價錢一直都回到一個比較實在的定位 不會以前價錢很貴 買到一些功能又不太特別的錶 香港出口死光了 沒得搞的了 中錶業會面對一個浩劫 無謀 無謀 感谢观看